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ACD指标才不是由正转负 不然盘中 来回到刚刚那个图 盘中本来是由正转负 那就升市再起了 所以来介绍请上来 所以问题要问清楚 台币另一波的新升市再起吗 那这个怎么观察 选股的重点来答案 好的 我想如果说继续强升的话 可能性可能没那么大 但是维持一个强势应该是存在的 为什么这样讲 第一个 你看美元很弱很弱 对不对 那亚币都很强 就是因为美元弱 第二个来看 年底到了 原本就很多钱要汇回来 台币的需求就比较强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刚刚建成讲的就是 建成公司 瑞兰安公司 我们都在海外有设厂 然后海外的设厂 到最后员工要发薪水 年终奖金 这些都要回到 钱要回到台湾 要做年报 对 所以有台币的需求 所以台币又相对强势 你说要很弱大扁 可能短期间比较不可能 而且钱的回来所者就是卖掉 他货币买新台币 叫做回来 对 那既然台币 维持一个强势 我们要观察台股的后市 跟台币有关系的 这个如果没有钱怎么上去 台币后市的观察 台股后市的观察 台币要维持在29元以下 强势格局 就是说你现在28点多嘛 你就维持在这边 如果扁破29块 那麦压会出来 所以这个很重要 如果说你看到哪一天 台币扁破29块的话 可能外资的动作就会变少 甚至卖潮 但是应该还不至于吧 对 短期间不至于 现在热情还是一直涌进来 对 前面这个来看的话 应该不至于 但是我们要提防这个 好 第二个来看 就是大盘的量 我记得我之前有提到过 成交量 我今天收盘前五分钟 我很紧张 才1900多 然后一收盘量 最后一笔进来 有2000亿 成交量在整理的时候 不可以低于2000亿 代表人气退潮 如果1700 1800 1900都不够 代表这回挡的幅度 会比较深一点 来一下半框 这个上个礼拜四 建成也提醒过 现在人气量2000亿就OK 那么请问 今天是下跌2000亿的人气量 这样是好的吗 好的 好的 因为前期间网上公共有2300左右 还是一样量缩整理 但是如果缩了太多 变2000亿 代表人气人跑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观察量价的方向 就是价涨量温和的增加 价跌量要跟着缩 但是再怎么缩 千万不能少于2000亿 就是这样大体 对 如果小于2000亿的话 代表说 很多人就先光网不完了 那缺乏动能 另外网上涨如果爆量的话 千万不要看到3000亿 爆量是OK 3000亿的话可能就很危险 我们看一下这个了 所以爆出3000亿的大量 是扣分的 扣分的 就是大家 有人买 一定有很多人卖 才能爆那么大的量 对 这个很重要 另外一个第三个 我们要观察 未来要不要往上攻 过去靠台积电 现在我觉得台积电可能休息 股王有上来了 股王之外 他已经来到3500块 那些高价股 所谓千金股 需要全面启动 所以您的研判 大盘将会是 全王走第一棒 然后股王跟上 人气王 洪海再跟 然后像IC设计王 联发科就尾随而上 对 很多的千金股都是IC设计 如果他们往上 这个多头力道就很强了 好 我想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旋股重点 明年展望很重要 我们待会儿带来 明年的重点 明年展望家的产业或个股 还有最近的五个交易 有法人买 你不要说没有法人买 你自己再买 没有力道 MACD在零走以上 正值的 对正值在零走以上的话 他就算短线回档 但是他多头的趋势存在 我想像最近小型股像金居 洪杰科 还有原物料的台化 你看最近法人都在买 台化还买了两万两千多张 所以赶快来扫描一下操作 金居来 金居的部分 11月16号这个多方的缺口 而且均线刚揪麻花 刚刚往上开 对 最近涨了比较多没有错 这个缺口不要补的话 应该整一整理还会再往上攻 但不追咯 不追不追 不要追高 让他休息一下 修正正乖离再来买 对对对 第二个红杰科 红杰科的部分呢 突破平台是吧 对 他盘了这么久 对不对 好不容易突破 这五日均线呢 转型 这边会整理 整理之后呢 应该还会有机会往上 因为法人呢 最近才包括投信 这是外资 投信也在买 两个都在买 土洋法人 外资投信 都在买 所以应该会有机会 台化呢 明年的涨幅性 我觉得说话没那么差 股价已经 有没有悄悄回到年限了 这跟大量 红K棒区域呢 不要去跌破的话 应该有机会 它毕竟是大型股 你不要去追逐它 它可能会整理 真的逢低成接就好了 所以现在啊 操作不是乱做的 股票也不是乱挑的 要尽跳细选 接着谢谢您了 从台币 汇市讲到了股市 接下来呢 我要从苹果的i12 讲到了iCard 见重请上来咯 苹果 除了今天对外宣布 它即将要自己 制造一辆 属于自己的苹果车 iCard 我们就回到了 接着我们的第一张 怎么会那么突如其来 iCard是真有其事吗 这个呢 其实库克啊 在这个2013年 就已经宣布呢 它有一个造车计划 叫泰坦 那个时候就已经 没有媒体披露了 只不过呢 2013到现在已经7年了 好像也没听到什么消息 对啊 最近呢 又有一些新的新闻跑出来 那么之前呢 有提到的就是 在这7年当中啊 他们呢 从Tesla挖了很多人 挖了300个 从福特呢 挖了170多个人 所以很明显呢 这个苹果想要做车这件事 应该不是空穴来封 那么甚至呢 最近有媒体报导呢 它在今年啊 已经赤字了190亿美元 要来进行这个汽车相关的研发 那摆明就在做了啦 其实呢车 苹果出的车子绝对是合情合理 我后面会解释 事实上手机跟车子是有关联性的 真的哦 那么再来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去看它的专利 因为一家公司到底在做什么东西 跟专利绝对有关 我们看到专利的布局 它已经申请了包括自驾车 车用的太阳能互联系统 就是人跟车 大概只手机跟车的这些互联系统 有69项专利 所以专利的布局 也在这个车子上面 你看哦 刚见证真厉害 如果我没有要做i-car 我申请专利干嘛 我找人干嘛 我干嘛拿砸钱去做研发呢 全部都证明 它已经已经在做了 只是因为它很神秘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讯息 甚至有人预估 在苹果的汽车上 会装这个所谓的touch ID face ID 就是我们的人脸识别系统 这个可以增加汽车的安全性 这个都有 那更有趣的是最近的报道 这个Tesla的这个 Senior VP之前被挖角 这个叫这一位 他被挖角 从Tesla挖角到这个苹果去 最近在他的LinkedIn上 可以看到他的title 已经改成了这个苹果的SPG 这个叫Special Product Group 就是特别产品的部门的副总裁 我们回来看一下 他在LinkedIn上 我还真的找到各位看这一位 他这边已经写他是副总 然后是苹果的这个SPG部门 就特殊产品部门 对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车子的部门 而且他前一份工作就是Tesla 这边有写 对啊 挖这个车子相关的人才 挖到这去当高层 哇 上有其事了 苹果其实非常有钱 所以呢 车子又是未来一个很大的变革 所以苹果会投资金在这一块 其实合情合理 我们来看最后 那么呢 到底这个电动车跟智慧车 我一直强调未来的车 要强调是智慧车 它胜出的关键是什么 有两个关键的东西 一个就是动力系统 动力系统 一个就是让车子能够前进的这个系统 另外一个就是自驾晶片 苹果呢 大概强项就是自驾晶片 自驾晶片应该就是智慧晶片吧 对对对 这个Tesla 那因为苹果它太神秘 我们也查不到任何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Tesla做了什么事情 很可能就是苹果模仿的对象 对 因为Tesla的高层都挖走了嘛 对 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它的动力系统 这个动力系统呢 主要指的就是电动车 这个电动车呢 它主要推动这个车子前进的两个马达 这是车子的那个下方 下方 底盘 底盘 对对对 所以这两个是动力系统 对 这里面包含除了马达之外 还有就我们常提到功率元件 因为这里面牵扯到 然后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电池 这边没有画出电池 电池其实整个底盘都是电池 对对对 所以这个Tesla车我有去看过 在信义区那边百货公司 电池只要这一个一个 对对对 放在最底盘 最低的底盘 所以车子会很稳 对对对 一二三 总共有大概八颗 对对对 都是双数的 对那再来就是它的动力系统 那这一块当然苹果比较弱 它的这个Model 3用的是 泳池同步的交流马达 192千瓦 有258匹马力 其实非常快 它的加速性非常好 那这一块苹果弱 所以我相信它要补这一块 要不然就是要找别人合作 那我问你 他把那个Tesla的高层挖过去 应该就是补你刚说的这一块吗 对应该就是要补这一块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在Tesla把它叫做电脑单元 这是他们取的名字叫computer unit 实际上就是那个自驾车的晶片 我们知道Tesla现在开始自己开发自驾车的晶片 这一颗就是他们开发的自驾车晶片 晶片自己设计 自己设计 它里面用的处理器呢 就是我们讲过很多次的ARM的这个Cortex A72 总共是四核心的有三颗 用ARM架构 是用ARM架构的 然后呢 再来呢 里面有一个GPU 这个叫什么 图形处理器 对 因为它这跟影像有关系 那再来很重要的就是这个NPU 那这个NPU是什么晶片 这个呢 称为Neural Processing Unit 叫做神经处理单元 也就是专门在做这个AI相关的运算 自驾车要靠的就是这个神经处理单元 那我归纳一下了 神经处理单元 因为那自驾要有智慧 所以讲白就叫做自驾晶片或智慧晶片 AI晶片 那这个是影像晶片 图形处理的部分 图形处理也晶片 因为车子要开云来了嘛 这个马路有谁 那都是要图像处理 所以哇 一个自驾车这么多的晶片 对 我相信苹果未来呢 如果真的做这个iCar 它一定也是自己的晶片 当然 自己设计 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就看出来 Tesla做的什么事 苹果应该就会跟着 有这些功能 那我们再回来看 最后一个重点 这个未来发展 到底是Tesla还是苹果 还是有其他的车厂 因为现在每一家车厂都在做 自驾车跟自动车嘛 对 最终的winner会是谁 对 这里面有个重点 传统的这些汽车厂商 虽然大家都在做车子 但他们也都承认 自驾车这一块 还是他们最弱的 因为传统的车厂 其实是机械工业 他们强的是机械 那么这些包含Tesla 包含苹果 他们强的都是电子 对 所以未来的车是自驾车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现在的这种燃油车 其实系统非常复杂 因为有汽油 然后为了那个汽油 就要做引擎 为了那个引擎 又有一大堆复杂的系统 可是我们看刚刚那个图 我就会发现电动车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马达 电池 电力系统就这样 对 偏偏现在自驾车 跟智慧车 靠的是这些的晶片 对 所以我问你 回到刚刚那个字卡 也就是这些要推电动车 或自驾车 智慧车等人 这些的品牌 谁在晶片 谁在AI领域越强 他就会将成为最终的winner 是 实际上是这样 不好意思 我开始兴奋了 只有苹果它有手机是藏了 AI藏了这个高阶的 其他的车子 它没有涵盖手机 所以现在会不会是苹果赢 短时间应该还是Tesla赢 毕竟人家做了这么久 但是苹果有一群果粉 对 所以我认为苹果的车子 出来之后 那些果粉支持者 一定会有一个市场被它抢走 这个没办法 但是第一大可能还是Tesla 所以未来的月景 跟最终的家 我要提醒大家 其实所谓的车子 这个苹果的iCard 我认为未来就是一只大iPhone 怎么讲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照片就知道了 一只大iPhone 这个是Tesla 各位这是Tesla车子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只大手机 有 我有 所以Tesla没有手机 可是你看它设计的车子 根本就是一只大手机 实际上如果开过Tesla就知道 你其实在这个画面上 可以控制整个车子所有的系统 对 所以它的造车概念 跟现在的汽车完全不一样 因此请问 这样一个智慧车 自驾车 它的Phone 它的iPhone 它的Phone 不管你今天是什么Phone 就变成一个控制器 可以一样 用手机就可以控制车子 但是在车上 它本身就是一台大手机 因为开车的时候 不方便用那么小的荧幕 所以它一定会用一个大的荧幕 我相信苹果的车将来出来 也大同小异 感觉就把iCard 当作未来一只大iPhone就对了 然后果粉继续会支持它 支持iCard 所以敬重我要个答案 它这样子一讲 让我全部都连贯起来了 车子你人坐在里面 它就像我的房间一样 像我的房子一样 以后有智慧车 更有那个smart house 所以我只要拿我的手机 就等于是我smart house 和这个smart card的控制器 是 这是一个部分 太好了 谢谢敬重 讲得好精彩 因为我想说 苹果的车到底是 一样不一样 早就提出来了2013 结果敬重这么一分析 还真有影子 而且不是只有影子 也许现在已经是 RNG进行式了 我们等看看 那这个绝对是进行式 只是进行到这儿 台积电见到史高到506块 手上抱有ETF的人 一群小CC 一群想哭呢 因为我的ETF里面 没有台积电 不用哭 这会告诉大家 其实有一时候 平衡 balance也是一个方法 我要存股ETF 该怎么平衡 定期定额 怎么分配自己比重呢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